先议员蔡明轩关心路边停车收费议题 她指出目前全草屯只有一个残障车位 更没有规划附优车位及卸货车位 经常接获民众反映车辆聆 被检举达人拍照引发民怨 针对路边停车收费的规范及时程 呼吁相关单位去加快脚步 你知道为什么会没有残障车格吗 因为就是我们没有路边收费嘛 从2018年开始推的附优车位 草屯刚好附优车位 不要讲草屯啦 南投市你有看到哪里有附优车位吗 因为我们就没有路边收费 你设这个是假的嘛 对不对 好 再来 我们也没有卸货车位嘛 街上啦 厂长被检举达人拍照的 有时候他只是卸货 下去而已就被拍照了 因为我们没有卸货车位让他停车嘛 所以这个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如果我们现在路边停车阁规划下去 包括路怎么走也是要好好来规划 不然有的路太小条 你如果把它设车位下去 他应该也很难通行 县远程怡君表示路边停车阁不收费 导致遭少数人长期占用 实施路边停车阁收费 不仅能够改善停车和市区交通 也可以增加自愁裁员 进而提升民众生活品质 在全县设定路边停车阁 然后也加以收费 在规划的过程里面 我们将富佑车位 残障车位以及卸货车位 都把它规划进去 这个就是生活品质 让残障的人 让富佑感觉到住在南投县 县长是有重视到他们的需求 我们也很期待 未来公务处在规划停车壳的时候 能够基于这个生活品质的提升 让大家更有幸福感 再来呢我们也乐见 这样子的一个停车壳的规划 会增加我们的自愁裁员 路边停车不收费 有的车子一放就是整天 除了造成停车困难 也出现围停 占用通道的乱象 议员们也呼吁相关单位 要积极规划与执行 以提升乡亲的生活品质 及幸福感 记者洪一伦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